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不仅拥有米格29苏30等战机 还拥有C17大型运输机 此外 曾经在2008年 印度为了弥补空军部队与全球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招标 希望能够得到一款性能先进的武装直升机 当时俄罗斯带着米28 美国带着阿帕奇 欧洲带着虎式A129直升机参与竞标 因为种种原因 最终只剩下阿帕奇和米28两款直升机 然而 当时印度空军 已经装备了米35直升机 希望能获得更加先进的物质 因此选择阿帕奇的可能性很大 可惜 印度在商业谈判上 通常是一会儿一个主意 因此 想要促成这单生意 十分不容易 最终俄罗斯退出 只剩下一个美国 可是 作为二战时期 全球最大的军火贩子 美国也拥有多重手段 而印度眼看该国十分强势 不得不增加自己的筹码 不仅要引进22架阿帕奇 还要拿下15架支弩甘运输直升机 要知道 阿帕奇作为美国陆军直升机部队的王牌武器之一 由波音公司一手操刀 在1986年开始服役部队 该直升机拥有每小时365公里的最高飞行速度 作战半径在480公里左右 此外 还拥有四个导弹外挂点 能够发射多款导弹 比如说海蛇怪70 AJM140地狱火等等 而且最多能发射16枚地狱火导弹 可以说 印度对阿帕奇充满了喜爱之情 最终在2013年签署了合同草案 实际上在2015年才正式签约 并且价格一度上涨至30亿美元 此后 印度为了满足陆军的需求 再次向美国提交增加6架阿帕奇的申请 最终得到美国的同意 但是价格却上涨至9亿美元 然而 直到2019年 印度才得到4架阿帕奇 最终在2019年9月份才得到22架 至于后来追加的6架阿帕奇 至今却没有了下文 甚至连印度陆军都不知道这6架在哪 毕竟当初的22架完全是为印度空军准备 只有这6架才为陆军准备 可惜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 让后来追加的6架暂时没有了下落 可以说 目前印度军方真正拥有的阿帕奇只有22架 13年来 印度每次谈论的一直都是这22架阿帕奇 幸运的是 历经13年的努力 印度终于圆了本国军队装备阿帕奇的美梦